三国演义第118回 枯祖庙一枉此孝 入西川二世争宫 书节上回 邓爱豆殷平小路 骑兵入属 诸葛战父子战死棉竹 刘善大惊失色 急忙召集群臣商议 光路大夫乔州则说 哎 现在投降 陛下您还能受到封赏 尚能自首宗庙 下可以保际安民啊 刘善听了 就打算投降吧 然而忽然一人站出来 立声骂道 乔州 你苟且偷生 还敢来妄议朝政 众人看过去 原来是刘善的第五个儿子 北帝王刘慎 他接着说 如今姜维全军在间隔 此时肯定在想办法回来 攻打丹岸 咱们还有机会啊 陛下您为何光顺地投降啊 刘善怒斥刘慎 你一个小孩 你懂什么 刘慎叩头痛哭 先帝非容易创立经验 如今放弃 我宁死不屈 刘善也不理他 直接让乔州写详书 献给邓爱 邓爱接到详书大喜过望 后带了乔州等人 并写了回书给刘善 刘善看邓爱还挺客气 更清醒自己是早早投降 于是他将蜀国户口 兵员 官吏名册都准备妥当 一并交给邓爱 至于说粮食 以及府库的金银布匹 也都老老实实封存 一并交给了邓爱 刘善间父亲铁了心投降 也以绝望 他来到刘备庙中 伏地大哭 祖父有灵 克之我心啊 我要以死明治 随后他便在祖庙中 自吻而死 一切都已无法挽回 刘善次日率领群臣 出北门十里而降 邓爱亲自接见 封刘善为魏国票其将军 其余文武官员也各有封赠 却说刘善派使者来到建阁 对姜维说了归降一事 姜维大惊失色 帐下重将听到 意气怨恨 咬牙切齿 虚发道术 如今我们在建阁苦战 他为什么要投降 姜维见众人都不愿投降 便说 不要担忧 我有一计 可救蜀国 只见姜维和重将尔履一番 便于建阁树起白旗 投降了中会 中会文殉大喜 他早就知道姜维足智多谋 有了姜维 他中会接下来 还能和邓爱争一下功劳 所以中会对姜维 是百般维护 更和姜维结拜了兄弟 这件事让邓爱知道 邓爱深恨中会 抢了自己的风头啊 于是他写信给司马昭 言辞见颇为庇护流善 不过这封信 让司马昭觉得 邓爱已经开始 盲目自大起来 于是司马昭派魏冠为监军 节制邓爱 邓爱就不爽啊 好歹我这是灭国之功啊 凭什么还要给我派监军 言辞之间就不太服气 司马昭先说 哎呦 这邓爱已经不服管了 如何是好呢 假冲此时出主意 前线不是还有个中会吗 我们可以排举中会 制衡 制衡 于是司马昭 奉中会为司徒 献猴 中会受封之后 姜维便凑过来 向中会献上了 蜀国地图 并且说 如今司马昭一心邓爱 咱们正好趁此时机 除之而后快 中会从其言 沿途截取邓爱 写给司马昭的表文 模仿邓爱笔记 改成了特别傲慢的话 而中会这些动作 司马昭也有所察觉 所以他决定亲自出征 来长安督战 相信要是没有邓爱 司马昭还要等上好长时间 才能把蜀国灭掉 邓爱所走殷平小路 起于甘肃 陋南文县 翻越摩天岭 银平山 靖军山 最终到平武县的江游关 总长度265公里 其中崇山峻岭 悬崖峭壁 比比皆是 就连咱们红军长征 走这条路时 也是无比艰苦 邓爱在古代 就有这个勇气 出奇制胜 可见他绝对是个 胆识过人的军事家 司马昭说 疑心邓爱有反亲 不如说 他没有这个气度 驾驭自己的下属 至于那中会 背后抢功劳 就是个真小人了 如今 刘善归降 蜀国灭亡 三国局势 又会怎样演变呢 咱们下回分解 再来吧 再来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